你看它的肉多厚 很像肉排耶 配料就是肉排 然後蛋 對 花絲排好好吃耶 來 好 先來吃這個肉排 好 他們的肉排非常的厚實 然後 但是厚實之間中間的肉不不齊 而且 它的肉排有一點點味 我發現鵬骨的食物都有帶一點甜味耶 有 它的表皮很像 排骨 很像那種炸排 乳排骨 其實剛剛看起來我有點想說 它會不會是那種 糊糊 然後厚厚的 主要不是耶 它就是薄薄一層在上面 然後 你覺得是它的肉還是它的粉有調味出來 而且重點是它的肉排炸到 完全不油 想看肉排 嗯 嗯 好吃耶 難怪多人排隊 你有配它那個酸菜嗎 有 它酸菜也很好吃 來 我來吃它的花絲排 等一下 欸 花絲排很好吃耶 因為我媽媽以前很常在就是 家樂福那種 買那個花絲的餅 你知道圓圓的那個 嗯 它吃起來很像那個 真的 好脆 很脆 可是那個花絲排 不是只有純花絲排耶 我覺得它不單純耶 好鮮喔 好好吃喔 怎麼不好吃 它花絲排有贏過肉排喔 我也覺得有 有 它的花絲排不是只有花絲的味道 因為我剛剛咬下去的時候 覺得它嘴巴裡面好複雜喔 我覺得應該有一點干貝感 有 這真的很像我以前吃的那個 干貝酥還是什麼 對 我覺得它它一定有干貝 對 因為它很鮮耶 我覺得有 或是它有裹一點干貝醬下去醬 我都懷疑它是有一點蝦在裡面 蝦醬 我真的沒有 就是干貝跟花絲 就是干貝 花絲排真的很好吃啊 那什麼都有點 那臭豆子肉排 幾乎桌上都有一個肉排 對 你看它這個 就是說每一家店 我們走進去的時候 你大概看人家 大家桌上點了什麼 吃招牌這樣 可是你會發現現在 放過去每一桌 什麼都有 所以它代表它每一樣都好吃 對 它們的肉燥也不是鹹的那種 對 所以也是清爽型的 就是整碗飯都是清爽類的 難怪它們可以在正宗裡吃這個 可以 完全可以喔 它不是那種你想像說 好油膩怎麼還要吃一下 你知道喔 整碗清爽 你看它連肉燥的肉也都很辣塊 對啊 也沒在客氣 請問一下這一碗多少錢啊 70塊 對 這兩個都是嗎 沒有 只有花枝80 花枝80 對 我們剛剛在研究你們的花枝好吃 原因是因為它有加干貝 對 這個是干貝跟就是花枝的那個 花枝的肉 花枝 單純花枝嗎 對… 單純花枝 那你們有加什麼別的醬進去烤嗎 沒有 那就有味 好強喔 你們肉排也好好吃 對 這肉排是招牌的 你們肉排是本來就想說要做比較厚一點點 對 對 這邊別間店都要厚 70塊很划算耶 很划算耶 謝謝喔 謝謝 謝謝 我覺得它有試滿足我嗎 我覺得有 我覺得不OK 年輕人不可以這樣 走了吧 可以 神經病 他年輕人不能這樣 對 我覺得大家如果想要吃 看這個花枝牌有多厲害的話 或是它的肉排有多厚 你可以在這家馬路易 馬路易 馬路易 少一點來拍 我們剛剛就是因為你買了那裡 只有半熟餅 八十一點開 好不好 你們大概十點半就來 下太陽有沒有 對 com 你 你 感谢观看